增侯以目的东士出土了一个衣箱 箱盖上描绘的就是古人对宇宙的认识 中间的斗字代表北斗七星 围压着斗字按顺制针方向排序着28星宿 28星宿是根据月亮为28天运行一周的规律 以恒星作为参照 将地球赤道上方的天空分为28个不等的部分 每个部分呢作为仪秀 这两边分别是青龙和白虎 这个是鸟形的猪穴 箱子另外一面图马黑漆 并没有玄武 那么玄武去哪了呢 星宿图中 其中一宿的下面写着几个字 假银三日 根据历法推断 指公元前433年农历的5月初三 在那一天的黄昏 北方七宿隐没的地平线之下是看不见的 原来这个衣箱是在描绘 公元前433年5月初三黄昏时候的天象 那一天一定是曾侯以人生中重要的一刻 具体发生什么就不知道了 幸福单方 只要不问 欢迎订阅 点赞 分享 我的频道